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 博士 今天又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过年了 非常的开心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 盖师新春大礼包 全家一份礼 人人都欢喜 今天我们在一起过年的 同样有四位小朋友 先请他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极客小雅 今年11岁 欢迎 来 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杜明佳 今年12岁 好 欢迎你 大家好 我叫朱海诚 今年11岁 欢迎海诚同学 来 小朋友 大家好 我叫毕举 今年6岁 好少起来 太棒了 今天四位小朋友都很可爱 其实也有大朋友了 我想问问大家 大家春节的时候 最期待的是什么事 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好 来 追周 没事 坐着说 你个儿高 过年的时候我就最期待的是 合家团圆 大家能一起包饺子 因为包饺子能热着闹闹 红红火火的 我最爱吃的就是红糖饺子 一套一套了 你这就别像你们家 家庭发言人的角色 说的很有高度 是不是 那你呢 你期待什么 我喜欢发压岁钱 因为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通常 一般会买什么呢 你的压岁钱怎么用 对啊 用来买鞭炮和朋友们一起放鞭炮 很热闹 你是在北京吗 不是 我是在能骨族 在这个内蒙 内蒙有些地方 这个可能还是可以放鞭炮的 过年喜欢放放鞭炮 比较有喜庆的这种氛围 对吗 好 也很好 你过年的时候呢 我过年的时候想穿新衣服 然后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女孩子对新衣服都是比较期待的 比较重要的 很有节日的这个喜庆的氛围 挂队帘 挂灯笼 是不是 贴窗花 都是这个春节的时候 必不可少的内容 春节是我们一年当中最重要 最值得期待的这个节日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的海神同学说的 我觉得春节 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团圆 各家团圆 团聚 不管是团聚在我们的老家 我们的家乡 还是说一大家的人出去旅旅游 在一起逛逛庙会 其实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了 在我们国家的不同的地方 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地区 他们也有着和我们同样的诉求 就是团圆 就是快乐 让我们看一看 湘西土家族的小朋友 过年的时候 在做些什么吧 好 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智慧树栏目小记者张小可 今天我们来体验一下 土家族民族特色舞蹈 白手舞 每当春节这样的盛大节日 土家人就跳起白手舞 在土家人聚居的村寨 有专门跳白手舞的场所 土家人把这里叫做白手堂 等到晚上 这里就会燃起篝火 土家人将同客人们一起载歌载舞 欢请新春 你们看 前面有好多小伙伴 正在学白手舞呢 让我们快去看看吧 七 八 二 五 老师 您好 您好 我可以学下这个白手舞吗 当然可以啊 那我们先去换一下服装 哇 那么多好看的衣服呀 对呀 这是我们土家族的衣服 土家族的衣服十分有特点 它的颜色呢 与鲜艳为主 上面有着银饰和刺绣的点缀 给人华丽又大方的感觉 小可 姐姐帮你试一下 漂亮的头饰好不好 好高 这个就是土家族的民族服饰了 尤老师 你能教我几个动作吗 当然没问题啊 那我们先选一下动作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小可 刚才我们学的这个动作是跳弹的 那我现在来考考你们 老师再跳一个动作 你们猜猜是什么好不好 好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你们猜猜这动作是什么呀 喝水 这么好 这么聪明吗 那我们再猜一个好不好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土地 土地 这么厉害 你们都是土家族的吗 是 那你们都要从小就学白圣舞吗 对 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要学 这是我们民族的特色 一到节日我们都有庆典 都要跳白手舞 晚上的活动就要开始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看 都来那么多人了 看来活动已经开始了 因为冒同時马尔远 これは每个人提供的 冒状 替 folk 布 这 加入 这 东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个白手舞真有这个节日喜庆的这个气氛 其实这个很多舞蹈也都是来源于我们的生活 在劳动和日常生活当中体炼出来的这些元素 其实各个民族在节日的时候都有相对应的舞蹈 我们的小朋友们知道哪些呢 新疆的会这样动脖子 但是有点难度 我会动 我会动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花园的花朵真鲜艳 和那样广照 要是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想开业 新疆舞特点就是动脖子 太棒了 那还有什么呢 来 小B同学跟我们来说一个 我知道 带足的孔雀舞 好 做两个动作我们看一看 来 带足孔雀舞 再做一遍 来 开始 这个手圈要开庭了 演播剧神韵呢 好 我们这个极客小雅 我们民族有打体舞 就是手拉着手 小雅是哪个民族啊 我是仪族 仪族的小朋友 这个叫什么舞 是 是很多人这个手牵手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来 好 来 怎么做动作 教教我们 来 一二三 来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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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就是先往右边走三步 一二三 开脚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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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这个风火 就更热闹了是不是 没错 你看今天我们 还有两位少数民族的小朋友 我们的小雅小朋友 是来自仪族 那我身边这位同学呢 小杜同学 你来自哪个民族 我是蒙古族的 我知道蒙古舞的特点 就是 骑马 斗尖 蒙古族的音乐和舞蹈 也是非常有这个特点的 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来展示一段 好的 来 那咱们掌声欢迎 加油 说明某 很清楚 好 谢谢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在草原上过一些传统节日的时候 有什么保留的这种传统项目吗 我们会在草原上骑马 摔跤 射箭 还是非常的热闹的 其他的同学还知道哪些特色 不知道 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庙会 庙会里有好多好玩的 还有好吃的 有踩着高桥的虾冰蟹酱 还有糖仁点心 可好玩的呢 好 来 其他的小朋友也来分享一下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民族 还有什么习俗 我们遗族呢 男孩子也会摔跤 然后也会赛马 赛牛 赛羊 那女孩子呢 女孩子会穿上一些漂亮的新衣服 然后唱歌 跳舞 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遗族服装呢 有 就是上面是黑色的 下面是有很多颜色的那种裙 小B同学还知道吗 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习俗 过年的时候 知道吗 广州 广州有什么 那个舞狮 博山行狮 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全国各地这个习俗呢 应该说丰富多彩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来自吉林朝鲜族的小朋友 给我们带来的舞蹈表演吧 我们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原编朝鲜族 四日洲的小记者 我叫金言锦 我的朝鲜族名字叫 Gimian Tsung Imida 我们的民族服装很漂亮 民族乐器也很多样 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你好同学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服装吗 可以 朝鲜族服装 我们更容易盘腿而坐 了解了朝鲜族的服装之后 再去看看我们的乐器吧 长鼓是我们朝鲜族 最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它用朝鲜语来说就是Zango 它可以发出两种不同的声音 你听 因为它们薄后不一样 这边厚 这边薄 同学们的长鼓舞 已经排练了很久了 接下来让我们去欣赏一下 同学们的表演吧 这边的表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茜茜 十八勺一宿 祝你转满街走 此秀最一世年 我给大家拜个年 送度年迎龙年 龙年是一个吉祥年 我祝您全家老少都坑建 祝您全家大同学 祝您一切都认得有一句话 祝您今年多贯钱 哇 好厉害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又要去到海南岛 看一看那里的小朋友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节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四季如春的三亚 我是智慧树栏目的小记者 周子玲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三亚很有代表性的风景区 天涯海角了 天涯海角 到天涯海角 那你们谁是唱歌的呀 我 你唱歌的 谁是跳舞的啊 那你可以原地给我们展示一下你一个动作吗 好 哇 好厉害 你唱歌的那你唱的歌是什么意思呀 是欢迎大家来海南玩 这里四季如春 小朋友们都好棒啊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下他们精心准备的节目吧 请到天涯海角来 这里四季如春 这里四季春 这里四季春 在海南岛上春风湾 好花叫你清清欢 西涯海 三月来了 花生红 五月来了 花正开 八月来了 画这香 十月来了 花500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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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这是一首老歌了 小时候就老听到这首歌 所以就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 能够去这个三亚看一看 是不是 没错 这个天安海角呢 就代表了海南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美丽的贵州看看 那边的小朋友 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节目 一起来看一看吧 大家好 我是志位树的小记者田景君 欢迎大家来到贵阳 我现在所在的是贵阳市贾乡小学 我们学校正在举办一个特别热闹的活动 走 我们去看看吧 姐姐你们是在五龙吧 你手上拿的就是什么 我手上拿的是五龙的龙珠 它的作用就像火车头一样 我怎么走龙头和龙身就怎么走 听上去挺好玩的 我能来试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我们一条龙有11个同学 我们在选同学的时候身高都是差不多的 这样的话我们在五龙的过程当中 动作才比较协调 你们看那边五龙的小朋友正在排练呢 我们过去看看吧 你们在排练五龙呢 对 你这是什么呀 我们这个是绣球可以用来斗狮子 你拿这个绣球有什么技巧 要拿住它的两边 就是它的把柄这里第一是为了它不掉下来 第二是为了防止狮子咬住它 我一看你就是捂小狮子的 捂这个狮子有什么技巧吗 我们狮子是要找绣球的 我们通过这个嘴巴这里的空气 可以看到前面的绣球 我们这个眼睛可以动的 你看 这次我们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五龙五师的节目 他们在校园里面不太常见 那五龙五师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所以让我们共同站鼓起五龙飞 我们在校园里面不太常见 那足迷比如一uchen articles 我们两 shift也唱相西坠 但是心会 Fleming不太常见 我们把它变得忍在中国 不合同地水平然 luz 也唱不大 不合同地水平均 我们温暐巴这里边 经绣va 像唤采兽 一起双古 中文字幕志愿者 盖师准备的这份新春礼包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 过年会吃到的 用到的小惊喜 像福气满满的八宝粥 还有大米 还有午夜饭 少不了的美味调料 当然也少不了 盖师经典的当家特产 冬季限定果泥和果肉果泥等等 太棒了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 这个是贵州的五龙 那小朋友还知道 哪些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呢 全国各地都有五龙 还有什么五龙吗 对啊 好 我见过烟火龙 它是好几十个人一起舞的 而且他们在表演的过程中 会喷一些火 特别的壮观 烟火龙会表演的时候会喷火 听上去应该是很热烈的那种感觉 还有哪个呢 还有彩带龙 彩带龙 他们在就是有点像公园里面 他们舞的那种彩带 一舞就仿佛像龙在天空中飞舞一样 非常好看 好 还有吗 我见过荷花龙 荷花龙就是荷花的叶子做的 还有吗 我知道还有草龙 草边的龙 所以说这个龙呢 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寄托 和这个祥瑞的这个象征 但是呢用各种各样的材质来做成的不同的龙 都是表达一个吉祥的这种寓意 那今年是龙年 大家知道什么和龙相关的吉祥话吗 比如龙年过春节的时候 我们见面了 要互相怎么表达祝福呢 我想祝大家龙藤虎月 熊龙火虎 好 哎呀 说得真好 来 如果让你用带龙的这个祝福语 和大家问候一下 你会怎么说 对 我想祝大家龙凤晨祥 家道昌龙 好 真好 开身 新的一年 我想祝大家龙藤虎月 龙马精神 好 其实和龙相关的这个吉祥的祝福的话 有很多很多 对 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呢 又到了我们欣赏节目的时候了 我特别期待我们来自仪族的极客小雅同学 给我们带来一个节目 好不好 好 是什么歌曲呢 《带我到山顶》 让我们一起到山顶去看一看吧 好的 来 欢迎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唱得真好 谢谢 看完了我们现场的表演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 看一看那里的小朋友 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节目呢 春节快乐 这是柳州话春节快乐的意思 大家好 我是智慧树栏目组的 小记者英子谦 欢迎来到广西柳州 每当节庆的日子 我们这儿逼不可少的 一项活动 就是和好朋友们 跳竹竿舞 大家看 景仁小学的同学们 已经开始为今天的竹竿舞 做准备了 它上下不云寸 不云寸 表面不够光滑是吧 我们听听这个竹竹的声音 它是不是不够清脆 说明它还很年轻 我们找的竹竹要稍微的 粗壮一点 成熟一点 这样它敲打起来 那个声音才够清脆 好 我们再往这边找一找 找着这个可以吗 找着这个我觉得可以 这个很好 表皮很光滑 声音也挺好 大家瞧一瞧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把这根竹子 砍下来 作为我们的竹竿舞的竹竿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呀 你好 我是智慧树的小地者 我想问一下 这个竹竿是用来 跳竹竿舞的吗 是的 可以了 竹子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跟着同学们 一起去看看竹竿舞 到底是怎么跳的吧 同学们已经换上了 漂亮的民族服装 准备演出前的 最后一套彩排了 大家的衣服可真漂亮 我这身衣服呀 它是壮族的衣服 我的颜色主要是 红色和绿色 而它们也有 不一样的颜色哦 壮族的服装 都是五颜六色的 然后我们男生 一般都会配搭 这样的帽子 同学你好啊 你好 你好 我就是想体验一下 这个竹竿舞 是怎么跳的 这有什么技巧吗 竹竿舞节奏比较重要 你需要学会一个口令 开合 开开合 那请问开合 又是什么意思呢 开就是竹竿打开 合就是竹竿关上 那是不是开我就要把脚给迈出去啊 是的 合上的时候你就要把脚给伸出来 开的时候先迈右脚 开 现在合上了就要把右脚收回来 收 合 然后开 开合 就是你的脚要抬高一点 跳起来 不然会被竹竿夹住 再来一次 开合 开开合 我们来一次快一点的 好 开合 开开合 我觉得最重要是配合 排竿的人和跳舞的人 必须要配合好 它跟竹竿 跳竹竿舞一样 也是要开合 开开合 而且竿子要放得很低 不然太高会扳到别人的脚 我们还要开得大一点 不然别人跳不过去 大概这么大 而不然别人就过不去了 那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可以 你来体验一下 谢谢 是 开 合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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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合 开 开 合 合 开 开 合 为什么喜欢跳竹竿舞啊 因为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们一起跳 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团结 也可以让我们交到更多的好朋友 可以锻炼我的身体 也是一种运动 外面 垫 融 在 带 垫 垫 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现场的 朱海辰同学 为我们带来一段炫酷的街舞表演 好 好 好 这个珠海春小朋友之前坐在那儿 我感觉特别的文静 但是一跳起这个街舞来 非常的帅气 是的 是的 美好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 不知不觉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但是不要忘了 要把我们最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 在这里我们要祝全国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新春快乐 万事容易 再见